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境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你以什么为生,我说的不是你的头衔或日常工作,而是你实际做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提升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对于有些观众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容易回答,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会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保险公司,管人力的中层领导,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从事服务业工作的人员占比已经从上个世纪不到四分之一,发展到如今的占比80%了。 一说起服务工作,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那些帮我们端咖啡的人,帮我们找合适号码的裤子的人,或者帮我们把行李搬到酒店房间的人。 当然对于使用这些服务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享受,但是想而易见,这些工作确实创造了价值。 价值可以是一杯上好的咖啡,一套闪亮的新装,或者不用自己费时费力就及时送达的行李。 但是其实,服务行业涵盖的范围比表面上看要广得多,它包含了从电话中心销售员到CEO的所有人。 事实上,现如今,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独立于服务业之外的工作。 但是,自助服务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工作的增加,让情况变得有些怪异。 我们都认为毫无疑问,有效的自由市场会淘汰那些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变相惩罚那些负担这些没用的人的工资支出的公司,同时奖励那些不养闲人的更高效的组织。 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不是,要弄清楚原因,我们就需要学习现在社会中金钱的运作模式了。 只有这样才能留下那些能体现自身价值,有自我实现需求的人。 在我们讨论现代先进资本主义之前,我们需要先看看苏联共产主义。 苏联建立在劳动最光荣的理念之上,苏联这个词大致可以翻译为工人委员会。 人们认为劳动的光荣高于一切,当没有足够的工作分配给每个人时,就会产生问题。 对充分就业的追求意味着一部分人被分配的工作毫无用处,完全是多此一举。 工人经理尽可能多雇佣工人,因为监督这么多统治的劳动是一件光荣的事, 他们还担心,如果现在不给人们分配工作,将来就雇佣不到自己需要的人员了。 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囤积的行为意味着,不得不给某些人分配一些清点罗姆和罗栓库存这类的工作。 当然了,现代西方世界和20世纪50年代的俄罗斯是大不相同的, 但同样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出版了一本叫做《扯淡的工作》的书之后, 关于完全不必要的工作的理论慢慢开始受到重视。 在书中,他概述了五种越来越普遍的工作类别。 第一个,也就是他所谓的马屁精, 说的就是门童、接待员、专职司机、助手这类人。 这些人的存在是为了凸显其他人的存在或使他们感到自己很重要, 而且就算真的需要这种角色,也很容易被技术取代。 然后是修理工,做的是交代型工作。 这些员工需要花时间处理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像是库存管理员这种, 他们要负责在系统中更新仓库中的库存水平。 而这种工作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 或者至少可以由其他工作人员兼职。 在格雷伯的书中, 他谈到交代型工作的全部意义就是跟在上级和其他重要人物后面收拾烂摊子。 现实生活中这种明星员工其实什么指望都没有, 还得和官僚主义做斗争, 争取让他们在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之前予以纠正。 这个例子说明, 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一定是解决坐着扯淡工作的那个人, 因为交代型工作也是贡献了一些价值的。 只是要想更有效率的创造价值, 还不如把那些不必要的障碍铲除掉。 下一个是勾矿型工作, 全世界各大公司都会存在这么一支无脑的工作机器军团。 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公司看起来非常正规化, 让公司有个大公司的样子。 想想那些制作公司内部报纸的人, 他们会刊登一些关于公司核心高管的新闻, 或者其他相关报道。 我们都知道, 谁也不会真的去读那些玩意儿, 但是存在极是合理。 重点是, 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内部报纸, 没有派对策划委员会, 也没有文化协调员, 那就会看起来很low, 像个小作坊一样, 没人会想与之合作, 或者进入这种公司工作。 现在我们来说说扯淡工作中的扯淡之王, 那就是打手。 打手是富有侵略性, 甚至是有害性的工作的总称。 这些职业只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但是却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典型的例子是企业律师, 他们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但如果你没有这些律师, 那么你最终就不得不花很多钱去外聘人员, 跟那些有企业律师的公司打官司。 最常见的就是专利吊耳, 简单来说, 就是这些公司会收购其他拥有大量通用专利的公司, 然后通过专利诉讼状告别的公司, 企图与他们达成法庭上的和解, 从而赚取巨额利润。 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也曾为这种复合博弈推波助澜。 苹果就曾起诉三星, 称三星抄袭了苹果iPhone和iPad, 用户界面和风格等, 侵犯了苹果的圆角外观等设计专利, 以及点击缩放等实用专利。 不仅仅是律师, 还有像是为了改变游戏规则而斗争的说客, 还有纯粹为了推进这些商业收购而运作, 作为这个过程的中间人的销售人员。 现在你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不论你对专利和知识产权有什么看法, 成千上万的人专职专业的, 为执行这项裁决而进行的工作, 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你以为打手就够糟糕的了吧, 但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还有一种扯淡的工作, 那就是任务大师。 就像是小工头, 这些人被指派去监视和管理那些, 根本不需要监视和管理的人。 有效的管理确实存在, 尤其是当需要协调一个技能, 各有所长的团队的时候。 但是, 像销售经理这样, 带领着一群有同样头衔的人时就不一样了。 最好的结果, 也就是他们会变成一个拿着高薪的拉拉队长, 做着不断给其他人打鸡血这样的扯淡工作。 更糟糕的是, 他们会让大家分心通过召开会议, 制定战略使命声明来怒刷存在感。 这些声明除了把大家从能踏踏实实干点实施的工作中拉走之外, 屁用没有。 这五个大类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事实上有的工作甚至是这五种因素的终极合体。 很多中层管理人员的存在, 是为了监督根本没什么用处的部门。 设置这种岗位只是因为企业层级制度森严, 而它们的存在会让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人物们 对自己的地位更绝尊贵。 但是这还是没有给出我们最初问题的答案, 那就是我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呢? 苏联创造的工作都是胡扯, 因为它只是痴迷于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宣扬国家以劳动为荣的口号。 但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比较好, 对吧? 也算是吧? 但我们仍然是同一个官僚体系的受害者。 当然, 公司为了自己好也会减少这类工作, 但是有时候, 这些激励措施所造成的走向 又会和实际决策者最初的想法相悖。 就像苏联工厂的工人会拉帮结派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现代的中层管理人员也会这样做, 就像工厂的墙壁上贴满了 鼓吹苏联劳动者的聪明才智的内容。 领英也充斥着自吹自擂, 王婆卖瓜式的宣传, 纯须着在一个纯属胡说八道的公司多平台数字销售生态系统中, 作为提高客户满意度的联合项目的分析师是多么的荣耀。 就像苏联痴迷于没有工作, 创造工作, 也要让每个人都有活可做, 现代的工作场所也对每个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这个规则非常着迷, 就算是编出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在所不惜。 在我们考虑官僚主义之前, 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的摇篮,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你想建一座工厂吗? 你最好确定它在重工业的选址区, 你最好通过招标来挑选自己的厂房, 建造分包商, 并签订正规的合同, 你还得有适合的保险。 如果你要将产品运往海外, 你一定要支付相当的关税和消费税。 所有这些步骤都有那些大机构进行管理, 而这些机构会设置很多这些扯淡的工作岗位。 这不是在争论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 有些政策确实不可或缺, 但是有些就是在扯淡。 当然公司在整个体系中也功不可没, 游说活动的增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立法, 而立法的增加使得,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帮企业主, 在这种官僚之风中斡旋的会计师加律师的团队的话, 创建和维持一个企业的成功简直难于登天。 你可能会说, 这符合大公司的利益因为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 那我们就不予置评了。 这种情况有解决办法吗? 作为一个社会, 当然有。 我们得接受这样的观点, 每周工作不满40个小时也可以, 只是简单把工作划分为扯淡和不扯淡并不完全正确。 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工作的日常操作中都会有扯淡的成分。 如果社会允许的话, 人们可以说我今天的工作完成了, 这样就更容易看到谁是那个毫无产出的人。 那么对你个人来说呢?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工作都是些扯淡的任务, 可能短时间内你只会忍着, 也可能在业余时间做一个完全不扯淡的兼职。 又或者你也可以接受它, 很多人都为它们多余的, 但是听起来很重要的头衔感到非常自豪。 反正你现在知道全都是扯淡了, 那毫无意义的会议和毫不相关的PPT也就没那么难熬了。 你认为你的工作中最扯淡的任务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我们都生活在如此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 学着去享受生活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后续我们将有更多实用又深刻的内容要与你分享。 这里是对境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